你知道举白旗的意思吗 维塔 救救我 我也不会啊 队长 这种秘密武器你不早拿出来 我的眼睛 不是我的 是维塔的 是我的吗 好甜蜜啊 维塔 可以考虑嫁给队长了 他呀 都准备好当爸爸了 好了 别在这添乱 走 跟我出去买奶粉 走吧 哈叔 您走前面 对 这样 像这样 等一会儿 这样 嘟嘟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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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爸爸开心一下 好玩吗 笑笑 真的是我的枪 本来我是想说 邀请你去野餐 顺便拿去玩的 不过 电门 电门 让我玩玩好吗 我应该有点 泡泡� 来了 泡泡泡 来了 泡泡 我们回来了 好可爱哟 安静警官 琳达小姐来了 好的 不不不不 还说还说 让我来就好 非常感谢美丽的琳达小姐 为了我这么努力 之后定以大餐报答你的帮助 请吧 你瞧瞧你这小眼 给您 这份样本A和样本B可以证实 它们之间并不是亲子关系 也就是说你们在餐厅门口 撞到的那个女人和这个孩子 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而这个孩子的DNA 和已经陆入库中丢失孩子的父母 做过对比了 发现孩子的父母 目前在外父 不过我已经设法联系上他的父母了 他的父母知道之后非常地高兴 但是因为两周前孩子意外丢失了 孩子母亲的情绪波动太大 孩子父亲需要留下来照顾母亲 所以呢 没办法马上赶来接孩子 所以我想麻烦一下你们 能不能送一下孩子过去 可以 谢谢 那就 厉害 今天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先告辞了 哦 还有谢谢你说的靠牢大餐 这是我的执着所在 并不是为了你 西瓜小师妹 小明别二次伤害 要什么要什么 不如我就叫你 小西瓜怎么样 小师妹 喂喂喂喂 对了 那谁送他回去呢 就让孩子的爸爸妈妈去送吧 哦 哦 想要爸爸妈妈送是吧 哦 哦 到家了 小西瓜 原来是烈婆婆啊 熊孩子的可心 哦 这么说三哥以前也是熊孩子喽 我们 没错 柏拉最疲了 烈婆婆 我一点也不疲 疲的那个人 是白波才对 柏拉哥哥 你又在背后说我坏话是吗 没有啊 柏拉哥哥你有孩子了 别瞎说 他不是我的孩子 难道是 薇谭你跟别的男人生的 然后给柏拉哥哥抚养吗 喂 你别胡说八道啊 嗯 那就是你跟别的女人生的 然后给薇谭姐姐抚养吗 不是 你说到哪儿去了 嗯 哎 哎 不辣 你 哈哈 婆婆 好了 好了 别站这儿了 快进屋去吧 嗯 走 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嗯 然后慢慢摇晃 不能用热水泡 好的 我觉得 你们两个好像一对新手父母 还笨手笨脚的 薇谭一定会是好妈妈 烈婆婆 好了 好了 我不逗你了 今天你们要不要在这儿过夜啊 开出去没多久天就黑了 再加上小西瓜看着也很累了 可能是昨晚没有睡好 你们两个好好地休息 小西瓜呢就由我来照看 好吗 我要跟薇谭姐姐一起睡 柏拉哥哥明天还得开车呢 今天就让给我好吧 好啊 怎么了 我看看 怎么了 我不明白 你怎么看上柏拉哥哥了呢 这跟喜欢别人有什么关系 嗯 我只是想看看可能性 因为柏拉哥哥的性格我再清楚不过了 他工作起来肯定会冷落自己的女朋友 所以你早晚都会喜欢别的男人的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薇谭姐姐你喜欢别人的可能性会有多大 你白波 不会的 不会的 三哥呢 他非常有 正义感 责任心 责任心 也很坚强 也很坚强 还长得很帅 那你跟柏拉哥哥结婚吧 如果你结婚 我要当爸娘 好 然后啊 你还得把捧花扔给我 说什么呢 好了 睡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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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吗 就你好吗 我 我 我 如果他长期依赖药物的话 恐怕 他的精神状态 没办法恢复到正常接受审问的程度 这一期拐败儿童案跟卢格案有关联 看来是时候重启卢格案了 好